Hello大家好,我是Guru 今天是我们2月7日减脂三餐的第四天 然后今天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在大吃大喝之后 到底应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到我们今天的三餐 关于吃多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 第一点就是你要回归正轨 而不是补救 很多女孩吃多了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第二天我要少吃 甚至有的女孩会用清断食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它进一步的打乱了你应该有的正常的饮食计划 因为我们总是会有卡路里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抵消掉 或者是你吃进去不健康的食物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补救的错觉 但是有研究显示我们整个的饮食 其实越规律 你的荷尔蒙越稳定 你的食欲越稳定 长期来讲是有利于我们减脂的 这也是为什么相对来讲 其实男性比较容易去维持荷尔蒙和食欲的稳定 比较不容易暴饮暴食和情绪性禁食的原因 就是男性的荷尔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稳定 另外关于荷尔蒙对食欲的影响 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更详细 更干货的文章 我放到我的公众号后台 大家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荷尔蒙 就可以看得到 第二点就是不要去称体重了 我知道很多人吃多之后 第二天就忍不住想去称体重 看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变胖 但是这个时候称体重 除了打击你的自信心 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为我们身体消化食物 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 所以说当你头一天吃多的时候 你的第二天的体重一定是会有变化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去称体重 然后再去打击你自己 然后回归正轨 然后一周之后 再如果说你想要称体重的话 一周之后再去称体重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第三点呢就是保持饮水充足 保持饮水充足呢 不仅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肠胃 去消化掉我们多吃进去的食物 然后同时它可以让我们身体 更好地去运转 然后避免身体水肿 然后另外其实你多吃一些 高纤维的食物 比如说粗粮啊 蔬菜啊等等 其实也可以达到很类似的效果 所以说还是回到我们的第一点 就是你不要尝试去用少吃东西啊 或者是不吃饭啊等等的方式去补救 你只要回归正轨就好 第四点呢就是减少你面前零食的种类 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零食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把零食完全从你的生活中剔除掉的话 那么不要让你一次性的身边有太多种类的零食 就有女生也问我说我自己是完全不吃零食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家里是有很多很多零食的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你很难控制自己吃零食的人 我的推荐是让你家里一次性只有 比如说你喜欢吃薯片 你的家里只有一个口味的一包薯片 其实当你面前有太多种类太多口味的零食的时候 你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 你既吃不满足同样又很容易热量收入超标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零食的话 尽量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种类的零食 最后我也想说千万不要用你的一顿饭 或者是一天来衡量你自己的努力和成果 你少吃一顿饭 或者是说你少吃一天 并不会让你瘦 同样相反你多吃一顿 多吃一天也不会让你胖 用一个更长时间的纬度去衡量自己的努力 这样才有利于你更好的坚持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三餐吧 我们就试试一下 你们试试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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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